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ee 我們是Amyanto Lee 今天要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講 日本人的各限地方差距 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很遐長 他們分關東關係其實是算分南跟北 只是說他們從中間分 所以就是東邊的行業 因為遐長嘛 所以就是氣候跟湖都不一樣 而且一邊對太平洋 邊對日本海 所以就是完全氣候都不同 然後北海道是一個就是 獨立國 對大地 對所以就是其實 沖繩原本是別國 對啊沖繩本來是別國 所以他們吃的東西其實跟台灣還比較接近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日本不太吃豬肉啊 不常吃豬肉 對然後調味啊豬腳啊 對啊 太臭 先來講個性的不同好了 就其實我還蠻喜歡關係的 除了京都以外 那部分台灣人跟關係人都比較容易熟 對 因為其實個性其實有點像欸 對啊 就是很吵 非常的吵 然後開朗 開朗 愛搞笑 對愛錢 愛錢啊 愛搞笑 我覺得他們的就是愛搞笑這件事情 真的還蠻好 因為就會每天都過得還蠻好 對啊 至於人 可是京都就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們是很封閉的 他們是火黃明啊 對 然後很封閉 他們是真正天皇底下的黃明啊 然後覺得就是自己是自視甚高 就到現在都還是自視甚高 所以其實很少人能夠嫁到京都去 他們完全就是不太接受外面的人 參加住你表很好看 很漂亮是你講太長了 然後其實還有一些蠻有名的 就比如說如果他見到你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電梯的時候見到你 然後跟你說 欸女兒鋼琴彈得真好 他不是要參加你女兒鋼琴彈 他是要 你鋼琴太吵 你太吵了 叫女兒趕快停吧 之類的 就是非常多這種 還有一個我們AQ會講的 就是說你如果去京都AQ拜訪客戶 他一味端茶給你 這個也很有名 然後你千萬不能喝 就是你要說謝謝 然後你茶就一直擺放在那裡 你再有什麼可笑 不然碰那杯茶 因為你萬一喝了他就會覺得 真是一個沒有禮貌的人居然喝我的茶 你會覺得這超級方便 因為那不然你幹嘛要端茶啦 對 不然你就端一個茶再給我一瓶水 喔對對對 我很渴 對啊 其他的關係人真的都還蠻好的 關係圈的人蠻多人就是 真的會流腔 我覺得他在跟客戶講的時候 會講標準語 但是他在一般溝通的時候 或是公司內部 他就直接開始用關係腔 然後我還蠻喜歡學他們的關係腔 我也是啊 我男朋友以前有一個點就非常打中 就我們還在曖昧的時候 他就一直有事沒事 不停的使用關係腔 現在還蠻長的 然後就會比較牙蛙拉開 因為關東腔其實有一點 真的是比較姿妹Style 對比較硬 對 然後關西就是什麼 哪都跟癢 哪都跟癢 就是會有一種 我講得很爛 但是我也會學 就他回我的時候 我會學他們講一些 五四三你知道 五四三大牌腔這樣子 就會比較可愛 然後有點耐耐的感覺 就像人家說京都腔也很爛 但京都腔跟大牌腔是不一樣的 京都腔有點更難學 我不會 九州的話其實我後來工作了之後才比較有接觸九州的人 然後我覺得九州人很好的是工作上的話 因為他們很愛創新 就他們很喜歡新的事物 反正做了不行就算了 但是像東北就完全不行 東北就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啊 一定要可能反正是八十人都開始做這件事情他才要開始做 沒錯 九州呢他們其實大家印象可能就是東西好吃 然後九州男兒的印象很重 九州男兒就是那種比較大男人主義的 這個我有一個例子喔 因為有一個我的作家我跟他很好 我覺得九州的人真的蠻容易接受新事物的 他會走在那個業界他的 就大家 對大家都還沒做的時候 他就是跑去做了 接近紫維豪這樣 他那時候娶老婆回鄉 他是路兒島人 回鄉大人就要舉行婚禮嘛 然後就有那種鄉里的 我自己上一大約就來 他就看到他的伯伯 在對著他的老婆說話 然後他想說到底在說什麼 那個老婆就說 你要知道全世界最優秀的男生 如果是這樣 最低級的男生如果是這樣 最優秀女生只能排這樣 哇 很經典 然後他想說什麼鬼話 對啊 而且都什麼年代 他的更型的年代 就是50歲的伯伯嘛 然後他20歲的時候 他的伯伯這樣跑去跟他的新娘 東北確實是真的通常都偏保守 對 而且是連他們自己的人都會跟我抱怨說 他們提案都過不了 就東北人對東北人的提案 他們都覺得很困擾 因為我後來工作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公司是全日本都有分社嘛 然後每一個分社會競爭說 你拿到多少個case 然後永遠第一名都是福岡資社 就是 謝謝 最厲害的 九州營業地場 然後就是把東京跟大阪提開的話 然後東北就非常的慘 就是全部合在一起都還對不過一個很難道 因為你知道東北是當年 木末倒木的時候 他們是最後都還站在的 德川家自己的當主都跑啦 對啊 德川大家 德川慶喜早就跑了 但他們就站到最後一刻 然後他們那個很有名的 有一個凡訓叫 就是不應該的事情就是不應該 然後他們就是有很 根深蒂固的正確跟 對他們那個時候也是覺得 我們今天就是要效忠德川慕夫 我們就一定要站到最後一刻 對新傳主是他們資源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都跟歷史很有關係 而且跟他們的性格也非常好 然後東北槍真的 你很聽不懂 但其實Sazuma Band也很難聽懂 我覺得北海道還蠻有趣的 是因為開墾的話 其實是關東去的人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遇到北海道的人都沒有槍 對啊 有啦有北海道槍 但是幾乎不明顯 幾乎都不明顯 而且因為他們就有一點像 因為他們美国吧 就是你去一個新大陸 拓荒金色 拓荒嘛 所以就比較沒有什麼不行 對 他們都會嘗試 自己遇到北海道的人就是 都偏怪 他們沒有一個一樣的現明性在那邊 就是都拔啦拔啦 就是個人的成長 對對對 好像是全日本男女平等最高的意思 好像是 對沒錯沒錯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覺得 就沒有那種男女應該要怎麼樣 對我遇到北海道的人 媽媽都有在工作 蠻名字拉系的 沒錯沒錯 而且欸我們公司有北海道會 為什麼很多北海道人嗎 為什麼有很多北海道人 剛才我覺得北海道是唯一會 就是我們不會有起日會啊你知道嗎 嗯 就算比較冷門一點 比如說富山寫好也不會有富山 可是北海道人他們還是會聚集在一起 就是我們北海道人大家來喝酒這樣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北海道的那個同袍意識者啊 雖然他們不像其他地方有那種什麼利息緣緣 所以有一些很明顯的性格 但他們會有北海道的同袍意識 他們對於北海道還是有愛 對對對有很有愛 沖繩 沖繩就真的是 完全不一樣 對 沒有我剛剛在想說其實沖繩人也很有沖繩愛 但我後來發現說其實沖繩人不太會來到本州工作 對 沒錯 沒遇到沖繩人 所以就不太會遇到 沖繩人很好相處啊 而且就是南部就是南方的樂天精神 然後沖繩時間 沖繩時間很有名就是老實說日本人很在意時間 基本上不會有人遲到啦 對啦 不會有那種就是 欸我好像每一個小時都到 我兩小時都到這種 台灣人常發生的事情 台灣人就是越來越時間才出門 其實我跟你講我跟你真的都 蠻不會遲到的 今天就不管怎麼樣都一定會遲到 今天就是遲到台灣 對 那你還沒有講完沖繩時間 喔對沖繩繩時間就是跟台灣一樣 就是你如果剛約兩點他就會三點出現 然後還是沖繩說欸 不是因為約兩點就是要三點出現嗎 就完全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的 所以其他地方 日本人其他地方就很傻眼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台北人嘛 然後又是住那種大廈那種 所以說真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氛圍還不錯 比較舒適 就不會有人太多人在干涉你的那個 然後也不需要不太需要應付那種 打招呼什麼什麼的 對啊像以前不是說就是 然後沒有互相打招呼 會不可能啊 可是其實我住很久 大概也只有兩次說過別人的 然後我也沒有一直這樣喜歡他們 你現在有說過別人 我也有說過本手 哇塞我沒有遇過 然後一次還兩次 對然後像我們現在那種新竹的 沒有人在送 很好 很好 對然後不喜歡 不喜歡的人其實我對於神代穿繩的人 有一點不太喜歡 因為我前夫就是穿繩 然後他對於東京特別有呈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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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